World Superbike参赛之路崎岖险峻 中国车手在欧洲生活训练比赛会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困难 在7月份即将到来的两战比赛 7月14到16日的意大利伊姆朗 以及7月28到30日的捷克尔MOST 中国车手詹俊浩因签证问题将缺席这两战比赛 中国赛车队和凯越机车经营商议后 不得不暂时更换本地车手临时替代中国车手参赛 同时我们的团队正在就车手签证事宜 与西班牙北京领事馆和广州领事馆进行积极的沟通 希望能从多方面渠道给我们中国赛车以支持 在此问题上主办方多纳公司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快速出击了相关文件 以帮助中国车手尽可能在9月的3场World Superbike比赛中回归赛场 经讨论China Racing Team 中国公路摩托赛车队 将更换Mark Garcia参加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Mark Garcia从2017年开始参加World Superbike SSP300组的五年时间里 共出席52场比赛 其中14次上一奖台 7次冠军 3次创造最快圈速 2次干位 最好成绩是2017年的年度冠军 那年他17周岁是WSPK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任何一个优秀的车手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战绩 每场世界级比赛的成绩都决定了他们的履历 所以不快的赛车他们是不骑的 何况是世界冠军 他们对车非常非常挑剔 上周Mark对COVID-321双R赛车进行了测试 他对车辆的评价是积极的 因此决定在本赛季接下来的比赛中 携手中国赛车队和凯越机车 征战WSP300 我们预测 由Mark Garcia驾驶的COVID-321双R 在7月两阵的比赛中 有望获得前五的成绩 本站还有个看点 在ESBK为中国赛车队赢得了三个冠军奖杯的 西班牙籍车手Hausen Louis 在下两场WSPK里 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对手 因为他与车队只签约ESBK 在WSPK里依然为原车队小力 Hausen目前总积分排名第四 两位车手的实力非常接近 我们预计Mark Garcia和Hausen Louis 会有直接竞争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你好! 我是Mark Garcia 这周期我们将会是赛车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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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得去超级的车队 在I Mora,Italy 会很感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